正如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和买口红一样平常的事情,身边的人开开眼界垫垫鼻子割霜眼皮,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大美之心想边边是能理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去,越走越远的人下了大多数,而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停下来呢? 1%的是因为觉得完美了,剩下的99%都是因为经济能力,今天我们要说的正义温活在我们所说的没有正如脸的年代,但是和别人不一样,那是他竟然也动过脸。 所年轻时常的冒昧出众,因整容失败导致魂容,自暴素颜能把改图吓跑。 这样惊悚的画面,还是用图来说话吧,这是晚年的黄夏慧,虽然也是明星,但是黄夏慧的作品并不多,所以能查到的资料也会少之又少。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对他还有有印象的,你们接下来要放的这张照片,现在很多人都有印象,满年的他因为整容却连崩坏,急切变美地心导致他毁容,无法挽救。 而年轻时候的黄夏慧,其实是一个气质出众的大美人,紧致的专容配上大红唇。 年轻的时候,他怎么说都是大美女一个,他身材出众,穿上旗袍,更是将他的身材修饰和完美无瑕。 年轻时候的他也是众多男生追求的对象,比如名门律师胡百春和林娇,都是他的对象之一。 因为追求美,黄夏慧不惜去做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容貌,连他自己都记不得自己到底做过多少次手术。 而那个时代的整容技术确实并不完善,很多设施和现在都是没法比的,因为整容技术不好,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直到后来他真的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僵尸业。 不管笑还是不笑,都看不出表情了,年轻时常的貌美出众,因整容失败导致毁容,而对于这些黄夏慧并不以为然。 或者从他开始整容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想到今天的样子了,而他自己曾经在接受日媒采访的时候也说以前的时候的时候在家中四年看电视结果睡着了。 后来家中见了窃贼,两人一不小心刺目相对,最后被吓到的不只是他连窃贼都被吓跑了,不过后来他解释自己当时还是很漂亮,可能是因为叫声太大了, EMM或许吧,黄夏慧每每出镜都会化妆,有时候他的大浓妆令人时候吃不消,甚至感觉十分诡异。 不仅是妆容诡异,他曾经也做过很诡异的事情,比如生前办葬礼躺进棺材等等这样的事情他都干过, 不过他也表示自己死后会捐些器官就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只是在尝试这种感觉而已。 这样的做法令人改叹,这女人心真大。